7月11日,迪勒巴晒出了两张六图,穿的黑色短袖带着深绿色墨镜从下往上拍的拍照角度,瞬间在网上引起很大的热度。 随后,迪勒巴工作室转发了该条动态并配闻今天是酷格。 7月13日,在剧组拍戏久未露面的杨阳通过工作室,晒出了三张帅照,也是穿着一身黑色衣服,配闻今天是酷格,引起众人的关注。 杨阳,迪勒巴怎么回事?不少吃瓜网友在杨阳工作室晒照后感到疑惑。 杨阳和迪勒巴是怎么回事?这怎么像是小情侣在秀恩爱啊?内娱的顶流明星已经这么大胆了吗? 说起杨阳和迪勒巴的结缘还是之前合作的一部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 在这部剧里,迪勒巴饰演的大明星乔晶晶,与杨阳饰演的航天工作者于途,在高中毕业多年后再次相见, 并成为恋人携手相伴余生的故事。 该剧里原著作者库曼非常擅长写小甜文,剧版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也是他作为编剧一手润色的。 高颜值《神还原》是不少观众,在看剧后最大的感受。 剧集播出后便因为杨阳迪勒巴的贴脸是选角。 和剧情和对原著小说超高的还原度而大受好评,而剧中所涉及的航天、娱乐圈、电竞等多个圈层元素, 也因为紧跟当下热点,更是调动起不少观众的关聚热情。 再加上剧中两位演员之间的感情太过甜蜜,引起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和喜爱。 杨阳和迪勒巴已成为观众心中的现代剧《颜值天花板》。 随着剧的播出到结束,有网友认为两位演员因戏生情,还扒出两人疑似恋爱的小细节。 在剧集播出期间,杨阳还曾晒出一张与迪勒巴的照片,同时爱着迪勒巴,还气吗? 照片中迪勒巴侧着脸,头位低,鼓着腮帮子好像在生气,而杨阳在一边看着她表情有些无奈又有点心疼。 看这个画面真像憨憨男朋友惹女朋友生气了, 又不知道该怎么哄的样子。 同一时间迪勒巴也发出了微博at杨阳,那就上来吃饭吧。 图片是迪勒巴开心的为杨阳吃包子,杨阳也很配合的张开嘴巴,画面好温馨,简直被填到了。 好像生气的女朋友被哄好了,两人秀恩爱一般。 两人选择同一时间发文,很显然是约好的。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,瞬间就躁动起来了。 好天呀,这是有情况吗?难道两人这是要关宣了吗? 但很快就有人辟谣称,两人并不是关宣,而是为新剧做宣传。 如果这个不做数的话,那下面这个科就不得不让网友们多想了。 在上面这组微博发布没多久,杨阳迪勒巴再次同步关宣室文案。 同年的8月份,迪勒巴和杨阳互相发微博,晒对方同年比耶照。 在微博中,迪勒巴隔空喊话杨阳,于老师一起比个耶吧,并at杨阳。 在同一时间,杨阳也at迪勒巴,并喊话道,紧紧同学一起比个耶吧。 这一下网友看到后就不淡定了,我不管这就是官宣。 除此之外,杨阳最近这段时间戴的戒指,也被扒出与迪勒巴生日时戴的戒指是同款。 其中有一组各自的照片,背景都是一样的,怀疑是在同一个房间内分别拍摄的。 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很多,热巴在跟杨阳的活动上一直小动作不断,扭来扭去的。 跟杨阳直视的时候笑得特别开心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恋爱了呢? 眼里嘴里都是笑容。 两人在发布会上的胡定,也很难不让网友们多想。 你是我的仁耀,刚开播时,两天破了三亿大关。 于是巨方乘胜追击,马不停蹄地安排上了见面会。 热巴为了这场见面会可以说是精心打扮了一番。 拿出了走红毯的认真件,一身黑色抹胸,竖腰杀裙显身。 热巴的身材少有人能挤,深深的左股高挑的身材。 迎迎一卧的细腰细手臂,再加上天生的神颜,真是美极了。 在发型上热巴也变了一遍,将长发收短, 弄成了短发的造型,看上去如公主般的高贵艳丽。 既然是发布会,则然也少不了身为男主角的杨阳。 杨阳当天也是打扮得比较精神,姿态挺拔, 身材更是如今内娱男性里少见的管理在线。 一开始,因为热巴的裙摆太过宽大的原因, 两人站在台上都隔着不小的距离, 杨阳还算暂停自若,有时还面无表情。 直到被主持人要求还原了剧中的一个亲密场景, 两人相拥,杨阳的耳朵居然忍不住地红了,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害羞,反差感十足, 这样的反应还不止一次。 拥抱时脸红,还原剧中女主贴近男主说悄悄话这一场景时, 杨阳的耳朵同样也红了,真是一个害羞的少年, 相比杨阳敌乐巴要自然许多。 两人不仅在发布会上举举亲密, 在老牌宗以快乐大本营中的表现也让网友忍不住评论, 你们两个赶快给我在一起。 节目中录制嘉宾们玩起, 明场面抢答游戏, 杨阳、丁程鑫、吴欣、胡可被分到一组。 探完导演设计的动作后, 大家就可以开始抢答。 杨阳等人看到的明场面是迪乐巴和杜海涛跳舞的画面, 看到这样的画面后, 杨阳、丁程鑫、吴欣、胡可并没有反应过来, 但迪乐巴看到后, 立即从座位上起身来到杨阳身旁, 想偷偷将答案告诉给他。 看到迪乐巴和杨阳说悄悄话, 现场都冒出粉红色泡泡, 但观众却忍不住小出声, 因为杨阳没听清迪乐巴说什么, 还想蒙混过关, 于是含糊地说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, 而迪乐巴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 再次轮流回答时, 迪乐巴还想起身告诉杨阳答案, 此时另一支队伍的人来拦住迪乐巴, 看到两人着急的模样, 我们只能说, 这对CP太好磕了。 节目的过程中, 我们还发现杨阳和迪乐巴非常有默契, 两人的表情几乎可以用神童部来形容, 比如吃惊的表情, 发现东西的表情, 这绝对是在一起久了, 互相更了解对方。 八道这儿CP粉们哪儿还能忍住, 本科喊话快官宣, 杨阳和迪乐巴的CP粉们, 天天在社交平台上, 抠两位艺人的细节糖, 而最近, 杨阳和迪乐巴工作室前后脚发出的酷歌, 酷歌, 一下子引起CP粉的狂欢, 纷纷喊话两位艺人快官宣, 在他们的心中, 这是两人在隔空喊话, 堪称大兴撒糖现场。 对杨阳迪CP喊话官宣的行为,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?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vilsaests要热, 前述码